我跟你说啊就是 今天有人给我发了说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跟你说 咱们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但是我跟你说 我永远支持你 我更在乎你和你的情绪 咱们俩是好朋友 你一直把我当弟弟的 因为你在我心里也是一个好大哥 这他们没有你这样的 就是没有你这样的经历和那种焦虑 那种感觉 所以说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但我理解 因为我是和你在你身旁 我感同身受 所以说不要想那么多 咱们干就完了 然后我永远支持你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这个 来 我永远支持你 是理解你的 第二个就是 咱们所经历的 只有咱们俩在一块待着呢 所以说 你说有的事情不像 咱们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 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一块 咱们好好加油 然后你不用跟我说 你是什么样的人或者咋的 没有我给宝子们在这说的 是是是 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监狱 你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大哥 我大家说我听 没有说是听不听得懂 因为我 我不想让自己想的事情太复杂 所以我基本上碰到那些东西 我就不管 但是我 我们俩都是 只要认定一个人 他不管怎么样 他在我心里 都是我认定的那个样子 而不是别人说的 他爱你 你怎么能靠近他呢 或者不会的 即使我喜欢一个人 或者我怎么 别人再怎么说 那是别人说 我会保 但是我会保 如果全世界 把剑对向你 我不敢 我当然我没有 我虽然没有勇气拔剑吧 我可以给你去供个背 这个怎么说呢 也是 大家也 大家也 也是 有的事情 咱们也不给大家说 大家也有的人 也不太清楚 这个没关系 当然都好好的就行 大家也是为咱们好 不错 也认为 GRÜNE fic